本来看起来平静又惬意的游乐场突然哄的一声扬起漫天飞尘 另一头游乐设施旁边也是突然爆炸 旁边原本的工作亭起火燃烧 监视器触目惊心画面曝光 就发生在三号哈尔科夫一座公园 遭到二军冰雹火箭炮击中 听到声音不对劲 似乎又准备有炮击 所有军人全部跑起来 乌克兰东部前线城市阿夫迪夫卡 一家最大钢铁制造商的练交厂三号也被袭击 遗体装进尸袋堆满车 这攻击造成实名工人罹难 当地州长表示 这些人本来只是下班后在等公车 准备回家无辜受害 黑烟子窜天际 马凯耶夫卡一座出油厂则也被大火吞噬 火势实在太大 出动90名消防员救灾 而乌尔战事持续 俄军现在狂打乌克兰东部 断巴斯前线一堆人正在逃难 俄军告诉记者 自己的犯法却没办法走 原因是没有钱可以付给司机 但这样令人鼻酸的情形恐怕还要一阵子 因为俄军还在轰炸 也公布牡丹花自走炮攻击的画面 乌克兰参谋总部证实 俄军飞弹击中多地设施 国防部则也说 对方企图要加快进攻乌东的节奏 目前似乎看不到战争终点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